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我们平常见最多的贝壳都是这样或者这样 它们所有的肉都长在壳里面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肉永远收不到壳里面的神奇宝贝 也是粉丝最近一直要求我做的 而且是我见过有着最神奇最糟糕长相的象拔瓣 它们还有非常神奇的名字叫黄帝瓣女神格 OK那咱们先去海鲜飘化市场把它给买回来走着 老板这个A半怎么卖啊 A半280 美国半活度不要好 已经要150 这种也是美国半活度差了一点 已经120 130 这还会活啊 110 活度没那么好一点 加多半在哪里 没有加多半 本地大加罗一定要300块钱 蓝龙蓝色的波龙 有没有找我帮想看呢 这只好多哦 这谁帮到你啊 这家都忘了 那就这个最大的帮我拿一个吧 水挤一辆 不透水的 几辆透水啊 不透水啊 有扣多少水 一斤扣一斤扣一两嘛 这多少 这样 两斤上一斤八的 可以可以可以 多少 110一斤 平一点啊 放100 100 那你说105 好吧 105了 总价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 去涮点水 我涮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 我总都是白 放到晚上不会死啊 不会 真的不会 像麻烦买回来了 这东西没吃过的小麻 应该也有见过 但是它的种类也非常多 像我今天买的这个是加州瓣 一斤105块钱 总共花了189块钱 也算是高档海鲜了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太神奇了 它这个头 永远都收不到这个壳里面去 兄弟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 居然让你长得这么生动形象啊 真的像极了橡皮啊 这里面应该是充满了水 捏起来的手感是硬硬的 而且它这个头 不小心一下还会喷水的 诶 你看 身上在喷水 这个屁股也会不断的一直尿尿 你看 不能再刺激它了 它等下要脱水了 这么奇葩的食材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 应该是怎么吃它 今天咱们就来两种企划 我们先去把它给处理一下 先把这个壳给刷干净 以后用得到 普通牙刷不给力啊 换上我82年的电动按摩牙刷 这个给力啊 按摩起来舒服啊 而且刷的也特别的干净 这个东西好用啊 来 给它的头也给按摩一下 这样子一会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刷干净以后给它放开水里探30秒 注意只能是30秒 不然会影响口感了 可以了 接着迅速的给它转移到冰水里冰一下 这样子口感会更好 现在我们要给它脱一层丝袜 我怎么感觉隐隐作痛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强化 这手感真好 兄弟 你的袜子怎么这么长呀 现在把这个肉给挖出来 这个加州饭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 包括这个内脏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部分拿来熬汤或者饱粥都非常好 那我们今天就拿来熬汤 这个头我们今天就拿来做刺身 这个内脏千万别扔了 那我们把这个赤身也给切一下 这个黑黑的我们也给它刷一下 这个刷的好有感觉 这个电路就是好用 能骗多薄你就骗多薄 可以了 我们去熬一下汤 我想了想 还是拿来熬粥 还是比较好吃的 所以我们拿来熬粥 来两片生姜 白胡椒粉 调点盐 打上葱花 出锅 这个粥不用喝 我都知道非常的好喝 终于可以开吃了 把我给尝得不行了 咱们先从这个赤身开始品尝 这个像打扮赤身真心漂亮 看着就特别的有趣 今天这个赤身酱油里 我芥末换的有点多 来 粉丝先吃 你们隔着屏幕能吃到东西的手机 买了没有 哇 直出脑门啊 一个字 刷 这个口感真的好脆 而且灰甜也特别的明显 这个赤身真的非常nice 比南鲍鱼好吃 吃的都有点停不下来 这个芥末太上头了 我们来点这个粥 这个粥好鲜啊 就这个肉的口感没法跟赤身比 这个粥真的太好了 拍完视频又12点半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记得点赞点赞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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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